寶山總隊利用大數據 針對海運進口貨櫃包單 進行分析後 查獲來自越南進口的113支金屬托房 其中加糖補品海洛因7.3公斤 隨後又在半險長逆處 再查獲海洛因0.4公斤 以及安菲喀命1公斤 總計市值超過新台幣4200萬元的毒品 在逮捕過程中 因情況急迫且擔心犯險銷毀證據 專案小組隨即請刑事局除暴客行隊 協助破門攻堅 成功逮捕包括主錢在內的共6名犯險 毒品零容忍一向為政府重視的政策 島三總隊將積極貫徹 全力查棄各類毒品 瓦解半毒走私集團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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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你放平衡